影音、陈奇珍惨伦小三陈生拿着是妙玉一下就过去记者邱逸清,台北报道陈生将于30,31日在台北国际会议中心TNCC举办跨年演唱会,今29日彩排时演唱鼓声。 若想,欢句歌,他有感而发提到新年新希望,并感叹,不只是台湾,全世界都一样,乱七八糟,他认为人类使用塑胶俨然已成常态,以及温室效应的影响,很对不起这个世代。 此外,被问及陈奇珍近日沦为小三仪式,他也有话要说。 陈生跨年演唱会彩排 记者陈毅宽舍,陈生明起在TICC连开两场演唱会,陪伴粉丝迎接新的一年,他谦虚表示是区域性歌手,而非国际歌手,被问到怎么不去小巨蛋办演唱会时,直言,我根本不觉得那个地方是唱歌的地。 邦,这边一场3300人,两场6600人,那边一场一万两千人,摆明就是要削麻,提到往年都会来看演唱会的文夏,他表示,文夏现在插笔管,写作者轮椅,不会来了,但文香会代替他来。 陈生,左,跨年演唱会彩排 记者陈毅宽舍,已经20年没有一个人去旅行的陈生,期许2020年能够远赴一趟巴塔哥尼亚的火地岛15天旅行,会希望有艳遇吗? 他不改直率性格直说,当然啊,旅行的意义吗? 而陈奇珍过去独正大,曾在他前往校园演出时表明是粉丝,被问到陈奇珍近日的风波,他以舞台比喻此事件,就像舞台上被电线扮一下,亮枪摔得鼻青脸肿,但一下子就过去了,但如果你觉得这件事情会危害到你的一生,那你就整个线下去了,陈生期待2020年能一个人去巴塔哥尼亚火地岛旅行。 记者陈毅宽舍,陈生解释,一切都要看陈奇珍自己怎么看待,他已曾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暴力案举例。 对方是肢体暴力,开记者会的时候,如果我一直发言,就是语言暴力,不要让自己落到这个境界。 他说,会把伤害自己的人当作黑天使,他没有坏了我的心智,而且每个人的一生都会碰到不如意,要怎么做还是要看你自己。 最后他心有七七焉地说,生命这么精彩,短促,不要走到幽暗的那边去。 陈奇珍被拍到与仁夫当街热闻。 资料照,记者王文林社,提到新年新希望,陈生对最近台湾的氛围很有感,强调现在的人都你真我多难看到要死,而且最近的政治氛围,怎么看都是老人不让位,这样想的时候,我是不是也是站着。 毛坑不拉屎,他认为生命就是个拼图,此时不走就不会再走了,我61岁了,随时都有可能不会想出门,70岁也不会想去旅行了啦,大概就是骂东骂西,连老人味都出来了,所以我不能这样子。 已经加好友了,谢谢欢迎加入自由娱乐按个赞心情好已经按赞了,谢谢。 ,谢谢。